這個是虱目魚 是我們七股農會 我在地去告的 這個是玉井農會的情人果 現在大家的包裝都越來越漂亮了 真的 今年正是民眾送禮最接的時間 一心一意要向上街有一個台南農特產品 推薦給國人的台南市長五位鐵 12月25日要求台南農議會 含著有一個業者 聯合向消費者來推薦 經過減價挑戰的二節好米台南很好的 總共有一百種以上的品項包括了 選擇農產加工品 貴金協賞頂下 王毅特要求的民眾用上街實質的行動 支持台南市有這個農特產品 王毅特說這次撒出超過一百項的二節好米的組合 消費者在二節的時候可以多多來選賣 台南在地的有一個好米 就對誤操所持 這個我們春節的這檔 這個檔期有機會 因為國人很多人都回到南部 那這個或者是這個 國人在假期中的時候都會消費一些農特產品 那所以趁這個機會來介紹 優質的農特產品給不管是回鄉的北漂南漂的人 或者是這個來台南觀光旅遊的觀光客 那讓他們都能有機會接觸到 使用到甚至愛用到我們台南的優質農特產品 而且透過他們把它介紹給他們的親友 我相信這個效果是很好的 因此我們特別在這個時候過年前來舉辦這場農特產品展售 也希望帶動新一波的這個買氣 也能夠為明年2020年的時候 能夠的農特產品銷售 能夠墊下良好的基礎 南市情況就來表示說 春節真正這是黑花市油膨粿 麥造這些農產大出的規制 黑花市喪禮是高貴台風 也是團於是年財必須準備的食材 麥造含著滴滴滴滴的油膨粿 這是過年最適合的 另外要贏的黑豆 學家的農利果鹹水意味 冠妙翁萊 麻豆油阿茶 新西摩豆將軍五毛 先發安定的黑麻油七個 三百歲東山營營 六甲月光米到冠電的冷革 都是全國出名的商品 台南夠夠夠 美味發作 太散熱了 台南真好的 大家都來賠